歡迎持續鎖定上午11點新聞 我是詹書函 帶您馬上來關注的是台風的動向了 杜蘇瑞現在轉為中台 路徑再度往南來修整一下 勢必會帶來強風跟好大雨 那麼很關注的是 什麼時候比較接近台灣 請教宣童 好 我們持續帶大家來關心 這個中台杜蘇瑞 它目前的最新動態了 我們可以看到它現在所在的位置 依舊是在菲律賓的東方海面上面 持續的往西北的方向來前進 大概距離台灣是有1000公里左右 而持續會往西北來往台灣的南海 這邊方向來靠近 這邊也就是巴士海峽 那麼要留意的是 他們現在各個國家的路徑 都有慢慢的往南修正 所以對台灣的影響 也會開始出現了一些變化 我們透過這一張 中央氣象局的圖卡來看到 現在其實它位置 就在俄蘭比的東南方970公里處 慢慢的是往西北的方向來移動 那麼另外一個時間 您要注意的就是在周三的時候 它的位置會再稍微往北轉 但是不會靠近到台灣的陸地 也就是不會登陸 而會往著巴士海峽的方向 往著台灣海峽 接著進到中國大陸去 那麼現在它是每小時12轉18公里 而且它的風速是來到了 每秒35公尺12級 但是要特別提醒您的是 它雖然現在是中台 但是不排除在靠近台灣的時候 有可能會來到中台的上限 甚或是達到強台等級 所以到時候整個暴風圈 可能都會籠罩在整個台灣的範圍裡頭 所以風雨都是特別的明顯的 再來帶大家來看到的就是 在整個情況天氣來說 基本上雨勢跟風勢會開始慢慢的變得比較強勁 那麼在禮拜三的時候 尤其要注意因為是最靠近台灣的時間點 像是整個東南部地區 雨勢都會變得非常的劇烈 那麼這時候颱風的位置大概是在巴士海峽 就是在台灣的南邊 而這時包含像是東南部一帶 甚至像是基隆北海岸也要留意 因為整個沿海地區風浪是比較強的 再加上現在是暑假期間 所以很多人會去海邊來玩 所以要提醒像是風浪還有長浪 都會開始慢慢的增加 甚至在禮拜三這天 可能會吹起6米的高風的風浪 所以都要特別留意 那麼要特別注意的是 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颱風的位置大概是在台灣的西南側這一帶 所以到時不論是像是在花冬 降雨依舊是會持續之外 而在整個西半部地區開始雨勢也會慢慢的起來 包含像是中部以南開始水氣會明顯變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像是在北台灣 相對來說這個水氣是有比較少一些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在這個颱風過境的時候 多多少少會被這中央山脈的地形屏障有影響到 所以水氣會來的比較小 但是我們還是要提醒您 因為現在各個國家的預測路徑 其實都還是有一些些微的微調 它可能會上北修或者是南修 所以多多少少可能對於整個台灣的風雨 還是會有影響性 民眾都不能不防 那麼來到了禮拜五這一天 颱風是慢慢過境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整個中南部地區的雨 還是會滿明顯的提醒民眾要特別留意 再來這幾天的風浪 其實從今天開始就會慢慢的起來 包含像是在東南部地區以及藍雨一帶 它的長浪會開始先出現 接著風浪也會開始慢慢的變強 所以提醒民眾去離島 包含像是恆春半島都要留意 這風雨都會開始慢慢變得比較多 所以要做好這提前的防災的應變了 那麼來到了7月25號 也就是大概在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也要注意 因為到時這個風雨會開始變得更為加劇 最主要就是因為颱風已經慢慢的往北靠 而且這個時候其實相對來說是適合它的發展的 因為這個菲律賓的東北一帶 這邊的溫度相對來說是比較高 有機會來到30度以上 而且垂直風切也比較小 所以這樣加乘上來 它有可能它的颱風的強度會來到中台的上限 更或者是來到強台 而當它靠近台灣的時候 整個暴風圈可能都會籠罩在台灣上空 所以對於台灣的影響 從北到南都會有雨 甚至部分地區會有一些局部雨勢 包含像是剛剛提到的 像是整個東南側可能會來到豪雨等級 要做好防台的應變措施了 那麼最後我們帶大家來看的是各個國家的預測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加拿大之外 現在還認為有可能會穿過南台灣 但是其他的路徑其實都有往南修的趨勢 而不排除未來可能還會在北條或者是南條 我們會持續的帶大家來掌握 而目前其實以台灣氣象局來看的話 其實以上一報跟這一報來相比 確實也有往南修的趨勢 但是其實整個東半部地區影響還是最劇烈的 至於有沒有可能放颱風假呢 目前禮拜三禮拜四還是有機會 但是是以東南部地區以及南部地區 可能影響性會比較大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說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